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出了观音送给唐僧的袈裟炫耀 被贪心的金池长老看重 金池为了占据袈裟 命令四里的和尚放火 想烧死唐僧和孙悟空 他的奸计被孙悟空识破 悟空到南天门向广睦天王借来闭火罩 保住了唐僧 还吹起一阵神风 反将观音院烧成一片瓦砾 可没想到 螳螂捕蝉 王雀在后 这场大火惊动了四周的妖魔鬼怪 观音庙正南二十里处黑风洞里的黑风怪 与金池长老素有交情 他见庙中起火 本来准备前去相救的 可赶到庙中 看到了方丈屋里的袈裟 知道是佛门宝贝 也起了贪念 于是不再救火 反而趁火打劫 拿起袈裟 架起黑云 静止返回了他的洞府 而偷鸡不成十八米的金池长老 不但没有得到袈裟 连自己的宝贝也被焚烧殆尽 羞愧难当 一头撞死了 趁火打劫一词 即由此而来 话说 袁绍在关渡之战中 惨败 最后一遇而终 虽然袁氏集团因此 遭受了沉重打击 但袁绍的三个儿子 和一个女婿 仍然手握重兵 实力还是不容小觑 曹操打算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 消灭袁氏的残余势力 曹操首先向占据黎阳的袁绍长子 袁潭发起进攻 袁潭抵敌不住 火速向已继承了复卫的三弟袁尚求助 可袁尚救援不及 两人均被打败 值得一起撤回袁尚所战的夜城 夜城一守难攻 加上二元和兵 实力大增 曹操与他们相持了一段时间 毫无进展 为了能早日取胜 曹操整天苦思良策 忽然他心念一动 有了主意 他下令大军撤兵 放弃攻打两人 转而去征讨留表 曹操的谋事对此都很不解 认为只要再坚持围城 不出几日 夜城就守不住了 但曹操显然已经拿定了主意 袁氏两兄弟见曹操撤兵而去 不久就起了嫌隙 袁潭本就对袁尚继位很不满 加上他之前被曹操围困 丢了李仰 他将失败的原因 全怪罪于袁尚救援不利 为了争夺继承权 袁氏兄弟大打出手 刚刚被曹操打败的袁潭兵力 自然比不上袁尚 结果他兵败逃到平原 被袁尚的追兵团团围住 不得已他转而向曹操求助 曹操眼见袁氏兄弟反目成仇 事成水火 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跟谋士们一合计 决定暂缓出兵征讨留表 而是要趁袁氏兄弟内乱之机来坐收愚人之力 他为了不给袁氏兄弟和兵修好的机会 表面上答应了袁潭的囚员 迅速出击 趁机进城先消灭了袁潭 紧接着又消灭了袁尚 袁西 占领了河北的近清并优四周 就这样曹操消灭了袁氏集团 袁氏兄弟的内讧是由于他们争夺继承权而引起的 这场火是他们自己点燃的 曹操只不过是事先给他们准备好了柴火 然后又及时地抓住机会 充分利用他们的内忧称威取利 他所采取的手段是明注暗夺 以袁柱元坛为名 消灭袁氏兄弟 曹操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 这一季就讲到这里 谢谢